好,大家好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01年指考第八題 那我們先聽一下Batter老師的英文發音 那這一題的話,我們看到它是有兩個句子組成的 那又逗點隔開,然後前面我看到這個代表副詞子句的連接詞 那就是代表說,前面這句話它其實不是主要子句,它是附屬的 它提供後面這一句話一個時間上的概念 或說,發生什麼事了,那我們來看一下發生什麼事了 它說,A young child goes out and commits a crime 那你聽到,小孩, young child 怎麼會出去犯罪呢? 那這一邊的話,我們看說,如果小孩出去犯罪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? 那 it's usually the parents who should be held 那這一邊要填一個形容詞,for the child's conduct 那所以,大人要怎樣?大人要負責任嘛 那這一題,我們是不是假設的答案就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說,小孩犯罪,那因為小孩還不懂 那所以,是不是大人沒有管好?是不是大人要負責任? OK,那所以這一邊,我是不是可以填一個類似 responsible 字? 那我們這個 responsible,我們就可以拿來跟 ABCD裡面去對應 對,那這就是解填空題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我不是把 ABCD一個一個帶進來 我是先假設一個答案以後,就是說邏輯合理的答案 那拿這個答案去跟 ABCD找同義詞,或是類似意思的字 那你看是不是很方便的就是說 responsible 跟 accountable 這兩個幾乎概念就很像 accountable 就是負有責任的 對,那能夠解釋的 OK,那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不是就是 目前不知道就是 對,那 RGB ookので